中国的发展很注目 在国外人的眼里头 就非常的希望了解中国 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问题 还有中国的百姓生活 究竟是什么样 那么中国人家当了 恰恰是没有发现 或者意外发现的 一个关注点 然后家当就是你看得着 摸得着的家 我是马洪杰 一位职业摄影师 第一个家当 我父亲去花了 大概是十几块钱买一台收音机 那是电子管的 当时工资才46块钱 十几块钱已经很奢侈了 家当对中国老百姓来说 就是一个财富的所得 家当的变化 其实是和中国人的 经济发展有关的 这都能看到东西不拿 看不到东西拿出来就行 sensi也看不到 去啊 在这里 阿姨 也没 sat 哈哈哈哈 你跳了你跳了你跳 你跳了你跳 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它是不平衡的 贫富差距拉得比较大 但是幸福指数往往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等于说有了巨大财富的人就有很好的幸福指数 也不等于说相会落后的人就没有幸福指数 因为我去一个外星家 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 他觉得很满足 那么我觉得这种满足可能就是舒适舒畅休闲 这都是幸福指数 我觉得这点它比我们高 孔子回复言回的一句话 一发生时一飘饮 在露像 人不堪其忧 回不敢其乐 这句话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智慧 这其实是透露当下人说领悟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